歡迎收看油耗好說 我是葉明蘭 在剛剛結束的試運會中華女子壘球 代表隊對戰日本 不過很可惜 最後是2比4拿下了銀牌 但是正面銀牌 其實果然還是可以期待 因為這支隊伍是相當的年輕 所以在未來比賽當中 還是大有可為的 而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要談談女子壘球隊 她的一個狀況 還有我們今天現場也邀請到了 這一次試運會的金牌選手 拿下了三面金牌的選手 黃玉婷 跟我們談談她的金牌之路 首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在我身旁的是 資深的主播副達人副先生 有話也要好說 試運金牌多 好 第二位是前高雄市議員 趙天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2009市運會 奪金計劃的選訓委員 江亦村 蔣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繼續是平時行銷總經理 鄭彥舟 鄭總經理 大家好 我叫鄭彥舟 好 再來就看到我們的金牌選手 這個是黃玉婷 大家好 還有我們這個金牌選手的父親 也是教練 黃錦龍 黃教練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的 我們先來看 剛剛您一定所謂電視器前面 看到我們中華女子壘球隊這精彩的表現 在前六局都是2比2 平手 不過在第七局的時候 日本隊在上半場就已經攻下2分 而在下半場我們看到中華隊 其實表現也是相當可為 在滿壘的時候其實很有希望可以一舉逆轉勝 不過相當可惜最後還是殘壘 請副大哥告訴我們 其實這支女子壘球隊在今天的比賽看過來 表現得怎麼樣 我們的中華女壘隊憑良心講 隨敗有勇 當然沒有拿到金牌 得到銀牌也不錯了 當然不能講沒有魚下也好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他們日本的實力是不錯 他們在奧運會也是拿到金牌嘛 所以在亞洲多半日本隊是我們最大的經敵 我們女壘推展的也不錯 曾經主辦過世界盃 在原來那個現在巨蛋的地區棒球場 那個Porter世界壘球女壘協會來視察 我們曾經主辦過 所以我們女壘在亞洲是有一定的水準 在世界在奧運會能拿到前四名 那是相當厲害的 所以前途無量 而且這次試運會在高雄舉辦 越來越熱 同時我們金牌在上一屆只拿到二金二銀二銅 現在已經拿到十二面了 對 在貪污的時候我就預測 我說Double Rebo再Double 結果被我嚴重 我們來請教這個江老師 其實這個女子壘手隊 她是相當的熟悉 因為她也帶隊到了荷蘭 還有其他的國家進行這個比賽 您剛剛說到 其實這次隊伍其實她是相當年輕的 是以普里高中為主的球隊 普里高公 普里高公 對 這是女壘來說 其實應該算是一個換血的時代 所以有這樣的表現其實非常不錯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之前我帶過年輕這些球隊球員 到荷蘭去比賽 那時候他們都還是高中生 那現在他們已經正式能夠接手 進到這個國家代表隊 那之前老的這一批 尤其我剛剛看到幾位 像那個最後一棒的那個大炮江蕙捐 那李秋進 缺明慧這些投手 我其實非常感動 之前過去兩年 我們為了奧運而努力 那的確我們在奧運拼出史上最好的成績 第四名之後 那其實這次的這個 看起來其實氣勢還是有延續下去 延續下去 我們現在就來請教在我們現場這個金牌選手黃玉婷 這一次你拿到了三面的金牌 剛剛在節目開始之前我們曾經聊過 其實你沒有預期到自己會拿到三面獎牌 因為其實不想要給自己壓力 所以其實把多金希望都把它 假裝不是我的事 在你前面就是你剛剛出爐的拿到了三面金牌 這三面金牌你說最緊張的就是第一面 對 那為什麼第一面帶給你那麼大的壓力 因為他很有可能是就是高雄第一面金牌 所以就特別緊張 其實黃玉婷是從一歲半開始就開始學這個劉賓 那剛剛這個黃教練也是黃爸爸他說 其實是在國中的時候才確定要讓他走上這個 專業選手的路 我們就請這個爸爸來說一下 其實您剛說到了一開始 其實我們其實已經打算不走試運了 要轉換跑道了 那這次的堅持其實是對的 因為那時候輪式溜賓還不是奧運的這支項目 那時候就有一個想法 有個企業家拿了100萬給我們 按我們的基金 希望我們來試試看有東奧項目的短道數滑 那我想也是個機會嘛 反正我們他們輪式的基礎也相當好 那是不是要可以轉看一下 那去試 那後來就是因為我們縣市長崔昌廷 他拿到那個試運會 他跟我講 欸 高零啦 我回來拚 你看看 在高雄 不簡單 拚放金牌嗎 我想想也是對嘛 我們跟志祢在地高雄 我們在地高雄市長 這麼誠摯的邀請我說好不好 我們就再回來試試看 那就是這樣子 台灣在這個培訓這個滑冰的選手上面 其實他的優勢跟他的這個劣勢可能是在哪邊 我們亞洲選手如果跟歐美來比的話 亞洲選手是比較靈巧 那台灣選手就在亞洲選手裡面算是聰明的 那麼所以說呢 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在我們靈巧的身體跟聰明的頭腦 所以我們在彎道的技巧上也就特別好 因為對身體控制的話我們是得心應手 那而且我們加上我們有短道速滑的一個基礎 所以這個幾項力氣 我們因為武器就變成我們奪金的一個力氣 不過我們這一次其實我們的滑冰競速 其實真的是奪下非常多面的金牌跟銀牌 獎牌其實大部分都是在這一塊 當初您帶領這個六兵隊 其實有想到說這一屆會衝出這麼好的成績嗎 本來就在預估掉了兩塊 這兩塊都是有一點人為一個運氣 一個是冤枉的 一個是冤枉的 富大哥想是對對是冤枉的 那種我比賽完500公司那一個 幾乎全部所有 除了哥倫比亞的教練之外 所有的外國選手所有外國教練都過來講說 這一塊頂多判一個警告而已 根本不應該判的 是不對的事情 那玉婷呢 你看到其他隊友其實 你本來在想說巧人跟你 也許巧人的成績 在預賽的時候是比你好一點的 其實他最近真的進步很多 所以他其實也是有一點點miss掉 不然他應該回應我 這個很金牌 然後又是婦女兵是吧 對不對 教練 然後又情侶 這個很有意義啊 這歷史上可以大寫一筆 全家這樣子和樂隆隆 而且為國家爭這麼大的光榮 個人獨拿三片金牌 某肝丹 謝謝 是很不簡單 這個其實這樣子的金牌之路 過程裡面其實是下了非常多的苦心 其實玉婷剛剛說到 在他從一歲半開始練呢 其實他的生活當中 除了上學就是練習了 每天是早中晚這樣練 在過程裡面 玉婷有沒有說想要放棄 沒有耶 因為在國中之前都還滿好玩的 因為除了練習之外 我們每年我固定會帶到國外去訓練 像他 迪士尼大概是他第一個家吧 迪士尼 迪士尼大概走了十幾次 那個Major Mountain 他最喜歡那個 那個雲霄飛車 所以 對 他幾乎就是 我本來以為 他是練習病是為了期待出國去 去迪士尼玩或是Major Mountain 但是後來看他 好像越來越有興趣了 到國中以後 我想說跟他談一談 他就說要繼續苦練 或是要玩一玩 他心裡會想說他要試試看 那我就 也就贊成他這樣去苦練看看 你這個很民主啊 還要給他談一談 要談一談 要談一談 那時候國中的時候 為什麼會覺得說 他有這樣的潛力 可以往專業的方向走 那個時候應該台灣 還沒有加入試運的這個項目 有 那時候就有 我第一次帶試運隊是 在拉蒂 在芬蘭那一次 但是那時候我們的技術水準 還是不夠 所以我們最好搭D6而已 然後第二回在秋天的時候 我們就拿兩面金牌了嘛 那個時候就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整個轉變 我覺得最重要的轉變 還是去參加短道數法這個時候 讓他們技術水平 因為那時候男生是太差了 那後來我們參加短道數法以後 才讓我們的男生也可以拿金牌 再次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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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帶來